大家好,又是我DSC數學聯盟 繼續來到我們2024年DSC幫你溫習系列的第五集 在上幾條影片中有同學留言 問我可否講一下每年都會出的 相似全等三個人的題目,有什麼技術會考? 因為這一課書每年都會出一條 所以歷年考過的技術也有很多 分幾集去講吧 首先這段影片會跟大家講 2018年曾經考過很重要的技術 這是要證明一對的相似三個人 用到的技術是一個少許的邏輯上 譬如說,如果現在有一隻角叫做A A加B假設是等於90度 而另一隻角叫C A加C也會等於90度 注意我們沒有直接證明 有什麼定理去告訴我們B會等於C 但透過邏輯自己推理 你會知道A加B等於90度 A加C等於90度 即是說A加相同的東西等於90度 最後得出一個結論就是B等於C 這就是我們稍後會做到的事情 沒有一個定理可以直接告訴你B會等於C 是直接證明不到的 要透過這兩條式合起來 就是A加相同的東西等於90度 所以最後B會等於C 我們馬上看看當時的圖形是怎樣考的 題目會給我們一塊這樣的圖形 是一個梯形 因為它已經提供了AB平衡於CD 即是說你另歪一點 這就是一個梯形的上底和下底 然後它提供了這隻是90度和這隻是90度給我們 然後就叫我們去證明兩個三角形是相似的 分別就是這個三角形ABE 是會相似於三角形ECD 題目就叫我們去證明這兩個三角形是相似的 我們怎樣證明呢 首先這一個位置 其實這隻也是90度 當然不可以只拍下圖就算了 我們也要寫一個理由給人知道為何它也是90度 因為我們另歪一個圖去看的話 這兩條線是平衡 BC是一條截線 即是說這兩隻90度 其實是一個同旁內閣 所以我們就會跟別人說 就是ABE 再加DCE 會等於180度 這個叫同旁內閣 這個叫同旁內閣 接著 AB是平衡於CD DC 我們跟回那個方向 AB平衡於DC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這隻叫DCE 其實也是等於90度 所以我們要證明相似三角形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AA 現在已經有一個A在相等 90度等於90度 只剩下就是看著紅色筆這裡 A這個位置 或者E這個位置 隨便一隻會等於旁邊的E這個位置 或者D這個位置 你只要再證明到多一對角 就會證明到這兩個三角形是相似 好 那我們怎樣證明 原來這條題目 就是很巧妙地利用了 直線上的輪角 一條直線加上是180度 三角形內閣和 三隻角加上又是180度 巧妙地利用了這兩條公式 最終總和都是180度這件事 去砌兩條式出來 好 示範一下 先講這三角形 在這三角形內 是否A B E 這裏三隻角加上會是180度 所以我們會這樣說 就是角A E B 再加角A B E 再加角B A E 三隻角加上會是180度 這個叫做三角形內閣和 英文叫Angle Sum of Triangle 從而你不難得知道 因為這隻是90度 就是這個A B E 其實是90度 減過對面會是90 所以等於90度 這個叫做角A E B 再加角B A E 是會等於90度 即是說現在紅色筆 這兩隻加上會是90度 好 而另一邊箱 我們看著這條直線 我用另一隻顏色 我用藍色在這裏畫一隻角 這隻角 在這條直線上 其實是否這三隻會加上180度 因為直線上的輪角 所以我們也有 我多拿高一點點的鏡頭 所以我們也有 就是叫做角A E B 再加角A E D 再加角D E C 等於180度 這個叫做直線上的輪角 Jason Angle 然後因為題目給了 這隻角A E D 這隻是90度 所以把A E D是90度 再加角A E D 再加角D E C 會等於90度 好了 現在我們不難去看得出 就是你看著這兩條色 是否大家都會有個A E B 大家都有個A E B 是否大家都等於90度 那即是說A E B加一些東西等於90度 這條色A E B加一些東西等於90度 即是說A E B加相同的東西等於90度 所以從而你就會知道 所以這個叫做角B A E 是會等於角D E C 這兩條角 這兩條角 我再加高一點點的鏡頭 這裏 也就是說 這隻叫做B A E 這隻 會等於D E C 這兩條角 因為這兩條角 紅色、藍色 加這條角 其實最終都會等於90度 所以兩條角加相同的東西 都會等於90度 那最後你就證明了 這兩條角是相等的 好了 兩條角相等夠了 即兩對角相等夠了 因為我們在橫屏谷說明是可以接受AA做答案的 所以這裏我們就可以跟別人說 三角型A B E 是相似於三角型 E C D 最後答案就是AA 好 這一個位置我先補一句 因為我們在做Proof的題目 我們的步驟也嚴謹少少 剛才我們計算到這隻90度之後 應該補一句是會更加完善些的 就是跟別人說這隻等於這隻90度 這個我就不小心寫漏了 所以我補回在這裏 加個箭咀 所以這隻叫做A B E 是等於D E C D C E 等於90度 因為我證明了它90度 但我都要跟別人說 這邊也有一隻90度 兩隻雙等才為之完成一個A 所以這裏我剛才就不小心寫漏了 這裏補回去 但這條數最想大家學到的就是 它巧妙地利用三角形內角和是180度 直線上的輪角也是180度 即是說兩邊的總和都是180度 從而你就會得出 大家都減了一隻90度過去 然後這兩隻加起來是90度 這兩隻加起來是90度 相同的東西加相同的東西 才會等於90度 所以這兩隻角B A E 就會等於角E D C 也就是在應用中 A加B是90度 A加C都是90度 最終結論就是B等於C 這個邏輯 這個也頗值得學習 慎房它會再翻出 在DFC最後關頭和大家溫習 溫花些歷年它考過比較重要的技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如果覺得這類型的溫習影片 是幫到大家的話 記得給個like鼓勵一下我 留言告訴我你想溫些甚麼課題 還有最後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